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如何看待某集团招聘终身职业经理 要求以房产作为抵押 要求终成不谋私 顾事业不顾家 如果跳槽就要伐木房产行为 起码作为这种集团的这个理念 我是不认同 我首先对他的这种要求 在我的脑海里头就是 第一 与法律与职场规范都不吻合 你觉得有人会愿意做这个事 凡事都有例外 这公司把人性的又想得太善 也想得太恶 那举个例子反推过来 有人就这么做了 难道这个员工在公司里面 巡视舞弊 违法犯罪 也不把它开除吗 对吧 这公司不存在真正的 什么终身职业经理 这公司要求本来就是违规违法的 是过分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做人的底线 我觉得这个问题距离分析 从法律层面 道德层面 您的回答没有问题 但是真正处在 您处在这个漩涡中心 您就是招聘这个终身职业经理的 假如说一个HR或者项目人 如果老板 我觉得这道题的情商的关键 就是你的boss给你提出这样一个要求 你会不会执行 我不会执行 你不会执行 这个崔宇 我觉得你前面讲的都非常的专业 我也很敬佩 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就用六个字 违法 变态 愚蠢 你为了控制这个投入的话 一般来说合理的行为是 你可以让他签培训协议 然后来支付培训费用 如果你离职的话 或者说我们用一定的股权来代替收入 然后这样来保证它的长期的一个行为 或者用企业年金 但是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合适的 你刚才你讲说 在未来想要去做营销方面的经理 我们讲隔行如隔山 如果你到了新的行业 你觉得你过去的经验 能帮助你做什么事情 销售也好 营销也好 万变不离其中 不管你现在是互联网的企业 在座的各位都是互联网的企业 还是我原来做的传统市场 营销的理念并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营销的平台和渠道发生了变化 表现方式发生了变化 营销这个概念其实挺大的 营销里包括了销售 包括了品牌 包括公关等等等等 它每个杆位都非常细致 如果您只是在一个相对 不那么大的一个集团 或者公司的话 可能你会觉得这个界限 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越大的集团 越大的公司 其实每个板块的分工 就会越细 首先你是一个人才 无庸置疑 但是这个时代确实在变化 您不太适合 现在的互联网 作为主营销渠道的企业 包括我们这台上的 几乎所有的企业 您都不太适合 您适合传统企业 您回到您熟悉的 那个传统领域里面 您会如鱼得水 我不赞成那个潮汐的说法 现在其实互联网 是个泛概念 其实互联网 没有这个行业 这个自己说了 现在最优势的行业 是产业互联网 就线上和线下结合 所以说我觉得您有优势 我其实部分同意 刚才潮汐的意见 就是可能有些适应上 是有障碍的 所以我的建议是说 如果你还除了销售岗位 你对支持岗位 不排斥的话 我也愿意为你 流通到最后 我觉得一个能战胜自我的人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其实我自己的客观定位 我并没有想非要做一个总监 或者是 一个怎么样的高管的职位 我想的是 能够利用我过去的经验 对吧 结合目前的客观现实 咱们实实在在地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更愿意站在市场的支持位置上 不是一定要我自己 一定要站在前台 我没有这样的要求 那咱们选吧 好的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谈前不上感情 4K 4K 段老师 11K 段老师 两个都改了 又不得了 攒架了 东白也要改 我的天 我说一下 我们十五星 一年十五个月 你们是十几星 我们是也十五星 也是十五星 没有任何优势 我们做得好 还有股票齐全 来 你接下来可以问一个问题 你想问 我先说一下这个职位 好的 这个职位是在长沙 我们在跟 不得了 我们在跟湖南省政府 在做一个 养老 康养的项养的项目 我刚才听完你 对父母这个感情和付出 我非常感动 我觉得你就是那个 我们想要的人 所以说你是我们这个 康养项目的项目顾问 同时还是我们的客户体验的专家 谢谢段总 你这个职位是在哪儿 我们这个职位 我说实话 我觉得那边还挺适合你 但是如果你想来北京的话 我们这边的岗位 是北京的岗位 是行政岗 然后呢 也直接向我汇报的 来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想请问一下 完了 请问一下您 那个 就是说 我如果到了您这儿 主要是一种行政的工作 是这样吗 对 是行政工作 然后主要的 应该是负责了我们 那个装修基建 还有那个 对那个 物业的这个 日常的这种 向根界以及沟通的工作 这边有问题吗 段总说也非常清楚 你考虑一下 师妹中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天鹅到家 少年得到 或者是谢谢再见 您的选择是 天鹅到家 去吧 好